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1年9月16日星期四 拍片時間大約是黃昏接近7時 今天是排位日 自然又來到排位第一擊的時間 務求在排位當日為大家率先分析賽日的騎煉形勢 以及提供早盤心水 讓大家在度馬時候有個範圍作參考 這次跑回沙田的日賽 依然是跑十場 季初也不夠馬 有些場合也還未滿額 也有1200米借了一些 季初也很自然是這樣的 這次騎煉形勢方面 也分別發掘到一些靜靜地起革命的騎士和賢馬斯 他們不是那麼熱門 本身不是那麼突出的 不是經常有人提出的 但這次也似乎有些馬是不錯的 待會可以跟大家發掘 另外蔡若翰跑到現在為止還未開齋 但這次應該開齋的機會也大了 因為他的手馬比上幾次也為之強 其中有一場小弟的心水 待會為大家分析 開始之前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如果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鐘即更好 如果影片圖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盡量看完它 多謝 首先練馬斯方面 這裏第一件highlight是丁冠豪的 不關事的 Captor那時候剛巧能夠 丁冠豪那手馬都OK的 但就不是今天想說的 有些馬房比較大名 例如方家柏 現在似乎季初階段是普普通通的 即是小部分拿出來搏 希斯那些馬都不是特別強 但我知道第二場的馬力街都應該有人吹捧一下 但我看市集來說 未必及得他上兩隻初出馬那麼厲害 都是要觀望一點點 反而有一個大馬房 今季成績明顯是轉好了 高冬妮 首先可以跟大家說一下高冬妮 今次他明顯出馬是多的 而且手上也有些挺實力的馬 即是說電腦7號 美麗精神 有些都是 譬如說電腦7號 在季初已經爆了大冷腳 今次也挺好的機會 愛馬劍是泥地專家 譬如說張耀 也是剛剛贏完的 還有熱血戰士 喜連衛星這些都似乎是實力OK的馬 譬如說加州一保的初出 我覺得馬的步伐比較輪盡 未必是這麼好住的 也有些比較失準 但如果跑出水準 也是有他的能力在 高冬妮是其中一個 今次似乎是重兵的蓮馬斯 另外一個之前也是低調的蓮馬斯 好像不太覺得他有什麼動靜 但其實前季他是冠軍 姚本輝 這次他手馬好像挺好的 玩具達人 下了四班 一時刻也要防 無極戰士 這隻馬也是季尾跑起了狀態 機械戰士也有這樣的情況 季尾跑越好 精彩有力也是降了班 陸上飛遲 也是這樣的情況 確認眼神這隻馬在市集有不錯的追世 似乎就算用陽明論也有些冷門機會 還有一隻初出生活的觀望 整體來說 姚本輝的馬似乎今次是有些看頭 慎防他 有些冷門會走進來 騎士方面 照顧潘頓、莫雷拉、田泰安都是Fullbook 長期這三條 不是 潘頓不是Fullbook 不好意思 留了個洞 頭長他沒有份跑的 主要是他們幾個實力比較強 尤其是莫雷拉星期三吃了白果 明顯他星期三的馬是比較弱 這次應該不會吃白果的 他的手馬是強很多 蔡大力支持 高東尼也大力支持 應該會有些頭馬交出 另外巴道這次也多了一些馬跑 也是九件 他應該的 他也是第四、第五名的高手 應該要有多些馬跑才對 反而有一個騎士特別值得一提 就是蔡明紹 蔡明紹星期三贏了一隻和氣生財 十幾倍傑塔都應該中了 這次他的手馬 七隻馬應該都不算少了 都算OK多一個左騎 而這七隻馬不是太弱的 尤其是第五場的逍遙區 這隻是機會份子 數下去 快樂寬藤也剛剛跑得好 吉利大勝也是短途的好手 有輕榜之理 還有一些一鋪中環要防 美場又有快益線 這些都是一些邊線的份子 這次來講蔡明紹的手馬 五算太弱 是一位值得留意的半藍門騎士 大家不妨可以少敲 至於小弟的心水 這次選擇了第八場 這場也叫做杯賽的中華遊樂會挑戰杯 自然會有些好一點的馬 正如星期三有場杯賽 有隻趙芳華 就不要浪費了這隻馬 捧一下杯 剛才說蔡若翰說這次有機會開齋 我想最大機會都是神之水滴吧 這隻沒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說 唯一就是排檔位是外檔一點 令到這隻馬會不會說好一點 我看也不會 因為實在同場其他的十隻對手都不是很強 沒有什麼側身 可以上到第二班 有前景 完全是沒有的 大家都是滾下滾下的 神之水滴在這裡 相信是兩倍留下的馬膽 但是值得成為馬膽 就是膽這些都很好 Win 大家想吧 十幾塊錢 我相信看這條片的觀眾 未必會有這麼多人 會喜歡買這十幾塊的Win 但是做膽是OK的 神之水滴 這隻不需要多說 穩腳方面也要考一些功夫 因為這場馬每一隻都似是而非 有些馬有賽職 但是不夠吸數 有些馬表現不穩定 但是如果跑出水樽就可以殺你 最後我選擇其中兩隻的配腳給大家參考 之前也是有些跑錯 或者報一些不適合的路程 有些收收賣賣的味道 第一隻就選擇一號的怡春輝煌 這隻馬就是那種 你知道他是有能力 但是有時候會跑到一柱賽 贏完之後他可以跑包尾 比宜姨那種 而上季尾他也是跑包尾 但是這次跑包尾也有原因 因為這隻馬出閘快 但是因為他排外檔 在跑馬里千二轉大灣走外跌 回不倒氣 回來前會敗 也合乎這隻馬的性格 跑得不開心 跑的形勢不適合 他就會大敗 這場其實可以抹掉 結合這隻馬 過過在第三班也有贏馬 有上名 照計在這裡也依然有競爭力 還有他出賽也不算太多 應該還有少許進步空間 這次雖然背重磅 但是用周中落減5磅就適合河車 一二八 中檔應該是適合跑的 總之出閘順利 跟著在前面 就不要走三疊 稍微轉彎可以回氣 入席路應該 球一席的三甲不成問題 所以也是其中一隻配角 另一隻 這隻有些年長 也有少許退步味道 但是季初可以搏他蓄了一擊 6號元朗之聲 這隻馬也是上季尾跑兩次跑得很差 純粹我覺得是因為跑兩次1650而已 這隻馬隨著年紀大 出賽多 他的衝刺力就越來越短 越短越好 譬如說來香港初期 也可以跑1400也OK 但是整整一下 根本上就不行了 明知道1650不行 他也要再步多一次 在季尾 就是求減分 一到季初 經過過多月的調整之後 這隻馬的體力和狀態恢復了 他立刻跑回遷移 跑短的路程適合他 還要用潘頓 用心又是已經超然若揭 因為這隻馬過往在季初 第一二個回合 都有好表現 就是說 他也是一些利新鮮感的 這次可以說 用潘頓也有蓄銳一擊 希望季尾這些老馬 可以交出表現的味道 所以元朗之聲 雖然上季尾跑得這麼差 但是我認為也不要放過 作為我另一隻配腳 今場有一隻初出馬 加州一保八號 我剛才也提過一下 試襲的名次跑得不錯 但是我嫌這隻馬的步法 是有點倫倫盡盡的 就是爛的 不是很強的 排內檔 下著初出 我就不是太看好 先觀望一次 翡翠鳳凰 我也有想過去做腳 但是這隻馬 似乎的班數應該不是太夠 我覺得最多都是跑三四名居多 論質素 比起我剛才貼的幾隻 應該是有點距離 所以我就大膽放棄了翡翠鳳凰 結合這場提供 就是三號神之水滴 一號怡春輝煌 和六號元朗之聲 三值給大家參考 最後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 和YouTube會員頻道 以及有這個年費計劃 以12個月計算 大家可以課金支持 入會之後 記得留下電話號碼 以便加入WhatsApp頻道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的影片下 給like、comment、share 我都會一樣感激大家的支持 無需要課金都一樣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 收看今期的閃碼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